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目前生活在昆明的 杜安瑞来自南非 是一名国际注册会计师 曾担任非洲最大金融集团之一 First Rand Group的首席财务官 杜安瑞告诉记者 他从18岁开始学习 孔梦思想和易经 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直到39岁 终于踏上圆梦之旅 2016年 杜安瑞因工作调动 来到中国南京 并在闲暇时四处游历 在出发前 他都会学习当地的历史文化 和古代文人写下的诗词 然后将游记与感悟 发布在朋友圈 朋友们喜欢称呼他为 南非许下课 以前我在国外我去过了40多个国家 是这个不同的国家 跟西方文化不同 我认为非常漂亮 他们就有这些特色文化 特色的服装 特色的理性 所以来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文化比我想象的更丰富 2019年 杜安瑞邂逅了一个昆明女孩 并在昆明定居下来 矮屋即屋的他渴望了解 关于这个城市的古往今来 2021年 杜安瑞自去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云南历史文化的学习 与研究之中 我是一个终身喜欢学习 终身喜欢旅行的人 所以这两个点 我认为在昆明 在云南 这么好的文化 这么漂亮的风景 好的美食 人文文化 小型文化 我想去探索 我想去学习 还有探索 然后传播 美丽昆明 美丽云南 传播给中国人 传播给云南人 然后传播到世界 今年二月 在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后 杜安瑞正式成为一名自媒体人 他在社交平台更新最多的 是对云南文化的探索与发掘 而一百天吃一百碗米线 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内容 在社交平台上 这名金发碧眼的米线爱好者 已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 在云南 如果你探米线 我认为云南的米线 快探就是米线 所以以前 我认为我不太了解 中国的云南的米线 所以我去研究米线 不同的口味米线 不同的地方米线 想要了解一个社会 从米线入手是一个好的点 近期 杜安瑞去到了西山版纳 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全方位体验带族群众的生活 并把内容分享出来 今天来到美丽的西山版纳 因为我热爱小型民族服装 我会定做一套帅气的袋装 做 我妈妈是服装师的事 看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龙脊 外套 帽子 选好了 我去试一试 老板 怎么样 好帅啊 帽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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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家 这是一个中药 你可以直接吃 但是有点酷 斩番茄安阿米 非常好吃 吃米干 老板 来 两碗米干 一人吃了 挺好吃的 挺新鲜 双鸟肉 抓耳根 爱上就早点 在杜安瑞看来 前往实地走访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为他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这里到处都是美食和美景 还有热情好客的带族人民 我超爱大美云南 爱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王宫 健康 光 saved stops 感谢观看